这个非洲老人对自己太狠了 每天都浸泡在冰冷的水里 他手里抱着的 是在当地堪比黄金的黑泥块 他抱着泥块艰难地朝岸边走去 这里是非洲的一个原始部落 这些光着膀子的男人 全部是为了这些黑泥而来 他们在浑浊的湖水中 用一根木棒朝着湖底不断搅动 挖掘的就是湖底的这种黑泥 这是当地的黑盐 是火山熔岩浸到水里后 经过长时间的化学反应而形成的 这里面有着大量的活性碳 长期使用能吸收人体的毒素 这在他们当地比黄金还要珍贵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潜入湖底疯狂地挖掘这种黑盐 这里的黑色湖水里具有超强的腐蚀性 即使皮肤溃烂得不成样子 他们也奋不顾身地泡在水里 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 每次下水前 他们会用一个自制的工具 堵住耳朵和鼻子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湖水进入身体 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这群人泡在冰冷的湖水中 想尽办法挖掘这黑盐 因为湖水腐蚀性极高 一不小心见到眼睛里 就会疼痛地要命 一旦被湖底坚硬的盐势划伤 这些伤口则再也不会愈合 他们只能在伤口处涂上凡事理 再用一块塑料布贴住 这样可以减少伤口和盐水的接触 虽然这项工作充满了危险 可为了生存他们却别无选择